川普週二在達沃斯論壇表示 美國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時期 川普認為 上週完成的美中貿易協議 以及美墨加協議 代表了21世界新型貿易模式 川普提到 美中將很快開始第二階段的貿易談判 談判期間將不會改變對中方的大部分關稅 川普表示 已經和日本達成近400億美元的貿易協議 同時完成和韓國的貿易談判 按計畫 英國1月31號將脫離歐盟 川普希望和英國達成巨大貿易協議 川普表示 很多公司表示將在美國投資 美國將做得更好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、陳海月綜合報導